大家好,我是Dan 然后在8月10号,女演员回复了网友们 唉,看来你们是真没事做 对于这个留言,在Twitter上虽然有很多攻击的留言 但是跟Twitter不一样,各个论坛的反应比较偏向女演员 真是个傻眼的争议,食用水300段跟泳池的水一样吗 而且那些水又不是要丢掉,真是傻眼 有很多个别泳池的民宿啊,疫情期间这样去玩比较安全 如果去了人度的地方,又要被攻击防疫什么什么的 真的能跟演唱会比较吗 哇,看来以后,爷儿都不能喝水了 对于爷儿的Twitter发文,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因美礼貌的粉丝而流泪的KinLib 目前正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Italy Sonia 8月11号,在西加古舞台上,成员KinLib在说话的时候 因为台下的部分粉丝们大喊另一位成员PP的名字 甚至也有人发出狗叫的声音 这时候,成员PP说了这次是KinLib的顺序 但是台下的观众们只是笑一笑而已 心情看起来受到很大影响的KinLib 转身后流泪了 之后剩下的舞台也未能出席 队长哈瑟特表示 KinLib身体问题,没能参与表演 V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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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 都说了PLEASE还在喊其他成员的名字是什么狗礼貌 品驴本来就不舒服 一直忍着上舞台了 结果因为粉丝们那样 所以无法忍受了 PB会有多尴尬呢 就因为没礼貌的粉丝们PB金驴都太可怜了 希望金驴能加油 看到P发表结婚后 应该会觉得很遗憾了吧 身为16年的真粉 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提姬姐姐怎么会 喜欢上P了呢 你是觉得提姬姐姐比较可惜吗 是的 是我的粉丝也会那样想 对也会那样想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了 我非常喜欢P 但是也是觉得 不管有没有喜欢过金驴 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反应应该都是 金驴 为什么 之前粉丝们说过 我爸要结婚的话 最起码要带金驴来才可以 嗯 结果真的带金驴来了 不过说实话的话 我跟英善结婚的时候 也听过很多这样的慌 我还会讨论吗 我还会讨论吗 我什么意思 我会讨论吗 我还会讨论吗 我还会讨论吗 这下注参照